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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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獨立書店大人敬啟者 我第一個對你的印象 是有朋友說起 有個地方叫聚賢 記憶都很模糊 類似說那裡很正的 雖然去聚賢的時候 電梯有時記得人害怕 但有很多平時連鎖雙唸舞的書 慶幸當年在放學會 蒲旺角的MK妹 所以有時旺中、新之城之間 加插一個地方叫聚賢書室 又大過些,多些機會過海 知道有棟大廈叫庫德樓 有間書店是頂樓 名字好像奇奇怪怪 雖然有時的電梯 但地方又漂亮又舒服 有多藝術相關的書 是阿古危谷 不過當自己真的做書店 便會疑惑 亦會有掙扎 到底我想呈現一個 什麼書店給人呢? 又或者說 為何這個城市還需要書店? 是否擺下梳化 就叫社區年結 是否買明人著作 就叫開堂眼界? 前幾天有個新聞題學生 做功課想訪問我 他說他想知道 為何獨立書店覺得自己可以改變社會 我都向反應說 蛤?我不是啊 我不是想改變社會的 但他好像不滿意我這個答案 覺得不明白 為何今時今日還能開書店 是的,錢又賺得不多 又多部門禮行巡查 有時書講的東西和現實落差又大 看清楚世界又有什麼用 不過比我厲害的人都還在做 完全違反了香港賺錢遮的核心價值 那他們又為了什麼呢? 早一年多 我發現 喜歡書店或者喜歡看書的人 都是一些不甘心的人 不甘心自己怎麼知道這麼少 不甘心自己仍然為何有這麼多疑問 不甘心覺得社會不應該是這樣 不甘心只是活在當下的時間 不甘心自己得現實世界 而希望有更多想像空間的人 書店不浪漫 亦都不偉大 如果說書店曾經改變過社會 或者改變到社會 那是因為書本身改變到人 而人自己本身亦都願意被改變 所以書店才韜光 可以有這樣的光環 所以說是給獨立書店的情書 不如說是給你喜歡書的你 不甘心的你 和想改變的你的情書 香港是一個急速變化的城市 好書地方可以同時連結到你的記憶和情感 但我覺得書店例外 到現在 我每次去聚研或者Aco 或者其他相熟的書店 我都會有一種安心感 覺得在變動之間 慶幸這個城市還有一個這樣的地方 你好 香港百物檔案館 我是創作者江耀榮 記得2016年 我第一次去台北讀研究所的時候 有個學期老師教了一個創作營 我們一班人去了台東深山裏 一個水田部落 有一晚 大家都在這裡喝酒 老師突然跟我提起香港 說很多台灣人以前不太喜歡香港人 香港人給人的印象 都是看不起其他人之類 突然去講了一句 參加什麼晚餐 當時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 白感交集 夾集無奈 一絲絲的憤怒 但又反駁不到 我心想這幾年 雖然我們都看到香港一直在變 都知是無法避免 但2003 2011 2012 2014 香港人不是一次又一次 盡力守住一些東西嗎 會說滅就滅定嗎 在香港讀創作的時候 對香港不敏感 對地方亦都不敏感 反而想學習世界藝術的潮流 但相信很多人都有的經驗就是 去了其他地方留學 對香港人這個身份 才突然感到十分清晰 因為身邊的一切事物都跟你說 你就是不是當地的人 由入學時申請居留 說話的口音 到制度的不同 都會加強你就是異鄉人的感覺 所以在深山的部落裡面 聽到香港滅定了這種說法的時候 就更加會有種身在異鄉 又看著故鄉快要變天的無力感 很想伸手捉著故鄉的一些東西 後來發生的事 在某程度上證明了 那位老師是對的 我讀到一種說法 Diaspora is where identity be solved 離散是認同消失之所 但我不想被消失 在2017年 我開始構想研究所的畢業創作計劃的時候 我想了很久 最後都決定以一些能夠抓得住的 關於香港的東西做出發點 物件 民間的物件 可以說是順手捻來 而數量都可以有很多很多 檔案館 就是為了保存一個機構 地方的文件 記錄而設 所有保存的東西 都提供了一個地方 或者人的資訊 我知道個人 民間的力量很有限 我都不是檔案學背景 只是曾經在美術館的藏品管理部實習過 然後自己去學了一些 關於檔案的東西 就開始做 可以觸及的人和收藏 都只可以說是鳳無倫角 但是今時今日 當文化博物館都傳出 有可能會被殺館 我會選擇相信 以民間的力量 更加會有可能好好保存一些東西 一些自己覺得重要 但可能隨時會消失的東西 而這些東西 很有可能 不會被官方保存 或者認為是重要 提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角度都必定會 跟民間可以解讀他們的角度 完全不同 雖然我的目的並不在於解讀 而在於保存 但是也寄望將來 有人能夠好好閱讀 這些被保存的東西 知 我心目中的劇場英雄 我很喜歡劇場 因為小時候看 真的可以看到不同的英雄人物 活生生站在我面前 伊迪柏斯王 哈姆雷特 羅拉 湯馬斯醫生 胡雪岩 甚至是悲慘世界裡的每一個人 無論成敗 總會為他們的奮鬥 對抗命運的決心 面對困難的掙扎 而有所感動 劇場是真真正正的把這些英雄 帶來現實的場域 我看著他們 就好像我也有機會成為他們 我也可以成為一個劇場裡的英雄 但是劇場 好像現在自身其中 不再那麼舒服了 它的呼吸好像越發凝重 空氣都越來越溫足 英雄們 好像慢慢不再被接納 來我們而去 劇場好像再容不下 這些振奮人心的英雄故事 而我 都成為不到裡面的英雄 我開始思考 為什麼當初 我會這麼喜歡裡面的英雄故事 我甚至覺得 每一個人應該都要成為裡面的英雄 包括我自己 而我們確實經歷過 每一個人都試過成為英雄 但是好像失敗了 然後我就會期待 會不會有一個 比我能力更高 更有資格的人 走出來成為一個英雄 最少改變現在的這個劇場 為什麼我會期待一個英雄走出來 是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失敗過 還是 我發覺 我改變不了些什麼 我有嘗試過想站出來 但可能是人性 我會害怕 我會怕失去一些東西 那會不會 其實我只是在寄望有人來拯救我 而我自己什麼都沒有去做準備 原來我小時候看的所有英雄故事 都只是期望 希望有一個英雄出來救我 而我什麼都不用做 最後我發覺 原來我喜歡裡面的英雄 並不是因為他成功與否 最重要的 是他能否捱過 那些需要抉擇的時刻 那些需要抉擇的時刻 永遠都會降臨在他們身上 他們都會痛苦 正如現在我看著劇場 我都會痛苦一樣 但他們會嘗試不同的方法堅持下去 甚至他們堅持下去 他們都不肯定自己會不會成為一個英雄 但是他們最終的選擇是堅持 只要堅持下去 他們才會有機會成為 讓我們所知道的英雄 2019年之後發生的事 我始料未及 雖然不樂意見到 但同時有了一個契機 為檔案館公開收集物品 提供了一個很強的理由 為大家捐贈提供了一個很強的動機 2021年 在香港灣仔展出的時候 檔案館的藏品數量快速增加了很多 但是之後還有沒有資源會再次展出 是我目前的疑問 展示 工人查閱固然重要 但是檔案館最重要的功能 都是在於保存 不過不知道捱到什麼時候 香港由志及平 再悲觀都知道社會繁榮穩定 書店可能隨時被這個應變反駁隊取替 都不出奇 那怎麼辦? 趁著書店的時候有空 為食下自己的好奇心 又可以見到很多跟你一樣不甘心的人 那不是都是一件很開心的事嗎? 不甘心 有時可以改變很多東西 我想是勇者一模二的話 都會這樣做 所以我心目中的劇場英雄 可能會是一個未來的我 在不知哪一個時刻 我會作出抉擇 但是竟然堅持到那個那麼重要的時刻 就看我現在這一刻 能不能夠堅守自己 我期望 我能夠成為我自己心目中的劇場英雄 黃朗言尚 袁仲星圈華至2046 獵人書店文圈敬賞 在哪兒 掌握 李宗華至2046 我會在這裡 XV 他們不在這裡 被人拋棄的機構